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這個授分名單裡面 原來香港有一群人 主要是建制派 就喉得好實 究竟有沒有中大校長段崇志份呢 結果出來就沒有了 但是在這段期間 特區政府就放風 告訴傳媒 從來沒有考慮過 給任何的分章給段崇志 這個放風 就引來 這個香港的國家領導人 非常關心 他就是我們的前特首 689 他在Facebook裡面 就寫了一段這樣的東西 我為什麼今天拿出來說呢 我覺得都幾 幾令人心寒 對於這個中大校長段崇志續約三年之後 在建制派引起的 激烈的反應 我覺得是令人心寒 最後段崇志的下場會是怎樣呢 要不像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 拿這些知識份資料出來抽鬥 最後要 跪玻璃收場呢 段崇志需要下台兼跪玻璃呢 我這一段就想分析一下這個現象 689的說法就是這樣的 段崇志的問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第一句就這樣說 特區政府向多個傳媒放風表示從來沒有考慮過受分給段崇志 為什麼這樣放風呢 因為要跟段崇志切割 特區政府 這樣做是絕對正確的 他說美國政府如果受分給段崇志也是絕對正確的 我覺得這真是指虛烏有 誰說要受分給段崇志呢 不知道 我們對黑暴的立場 對段崇志問題的立場 也都跟美國政府絕對不一樣 這個就一定要表態 要借段崇志用來打 即是要 表示對這個 美帝國主義絕對不會妥協 對黑暴的立場 沒有灰色地帶沒有中間地帶 段崇志同理 即是段崇志就是黑暴 如果段崇志可以繼續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學校長 我們當年在風尖浪頂上面明確反對黑暴的人 反對段巴的人 自己和家人冒著風險的人就會錯了 就是大傻瓜 聞到什麼味道 好大陸 文化大革命那些味道 這個是國家領導人 六八九講的 段巴沒有向三萬警察道歉 沒有向愛國愛港人士道歉 以後當其他段巴出現的時候我們還要發 聲 表態無風險 在這個問題上 不得孖夫含糊 段崇志的問題不是學術問題 是政治問題 2019年害了大批香港青年的不是學術問題 是政治問題 如果大學校長的任命沒有政治考慮 今後將任命權交給美國和他的馬仔好了 這段事就是 那種極左的味道 那種極左的 負臭的味道 在我的電腦那裏投了出來 很文化大革命 那這樣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如果 可能對 中大校長 任命 都說現在香港人 躺平了 我的觀眾聽眾都是躺平了 都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是作為一個關心香港的人 我已經離開了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對於 學術界來說 是敲在一個 不是警鐘 是一個喪鐘 事緣就是 段崇智在 李家超 上任 特首上任之前 中大校總會 通過了他 續任三年 但是引起建制派 非常非常的不滿 有一段期間 全面追擊 就說要追究他 這兩個樣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全面追擊他呢 因為 麥美娟本來是中大校長來的 這位議員 搖身變了局長之後 是不是中大校董 說錯了 麥美娟本來是中大校董 他做了這個局長之後 就 趙麗就沒得做校董了 他是立法會議員 做了中大校董 就要找另一個校董 在立法會補償 現在這班建制議員就提出 這個校董會自把自為 竟然被這個同情黑暴的支持黑暴的段崇智續約三年 要修改這個中文大學條例 將這個校外人士的校董的比例增加 多過這個校內的校董 讓你不可以自把自為 自把自為這四個字 其實我覺得也挺好笑的 學校就叫大學 通常 學術自主 學術自治 中大自治 大學自治 自治就等於自把自為 校董會自己決定人事任命 學術研究的方向 最多你就找這個 大學撥款委員會 給一些 規劃給他 讓他撥款給你 他撥不撥就大學撥款委員會 政府都不應該干預 那才叫做大學自主 學術自治 麥美娟不做了 工聯會現在鄧家彪想做 鄧家彪也是中大的 鄧家彪是不是中大的 我也不太知道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是中大校友 真是中大的 他如果提名的話 自己將在校董會裏面代表立法會的關注 並一直會跟進校長續任事件 強調事件 不能不了了之 你看整個建制派 撲了出來 誓要將段崇志拉下台 如果不拉下台是 誓不罷休 拉下台之後會有些什麼批鬥呢 我經常說形容 跪玻璃是一個象徵 其實現在跟跪玻璃沒有什麼分別 他說多名議員將校長續任事件提升到中大的管治問題 梁振英就不止 提升到這個政治問題 有資深議員說立法會是不會放過中大的 要威脅抽起教支會給中大的撥款 大家知道他在2019年的時候 跟這個反修例 運動的時候跟學生對話 是不是 亦都發表聲明 指這個警察對待學生有問題 這個聲明對他來說是最致命的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警察 去圍攻中大的時候 他就去了二號橋 被這個警察的催雷彈 射到在周圍 他不走 好了 完了這件事之後 完了這件事之後 中大校方其實是180度轉變 180度轉變 當時都是段崇智做著校長 怎樣轉變呢 對學生會採取強硬的態度 報警去拘捕在校內示威的學生 跟學生會割席 不再 跟他代收會費等等 很多學校都這樣做 把學生會掃地出門 所有 以往 小提起落落落 學校不小腳毛的 學生的組織在法律內流 我們叫做 的組織 趕他們走 不讓他們再用 這些 設施 是吧 然後 你還想怎樣呢 梁智英姊說你不出來道歉 向三萬警察要鞠躬 是吧 最好用我的說法就要跪玻璃 但是建制一直都不放過 一直都不放過 其實當時 李家超上台前 4月 續任段崇智三年的時候 當校長 校董會 是有 三個校董 都是立法會的校董是反對的 張宇仁 劉國昏 麦美娟投了反對票 現在就有些 校董就說 就是向這個媒體說 他也是議員 就說校方跟他們說 籌款很理想 超過一年半之後才有項目 需要申請立法會的撥款 那這些議員聽完之後 大佬 指責這個紙戚 這個中大囂張拔戶 你夠膽就成為私立大學 拿出一些地 他說有議員投訴 中大從未爭取化解前移 吳麗媛 教育事務委員會 梁美芬就說 中大從來未找過他 未接觸過他 有權就是 所以他 可能會 考慮 修改這個中大中文大學條例 將這個校董 的 數目 校內的校董 縮小到 少過一半 縮減到少到一半 這個校外的校董就超過一半 那麼中大其實就 很不順氣 一直都說 我是按照 按照 既定的程序 合法的程序 恰可的程序 由校董會決定 段崇志續任三年 一向的做法就是 他是續任 不是新平所以就不需要向全球招募 當他有意思考慮續任的時候 就由校董會自己 校董會談完之後 多數表決就通過他續任 這個一貫都是這樣做法 你說他持有職 就要 招聘的時候就是全球招聘 分別就是 現在 有消息人士是這樣說的 這個知情人士是這樣說的 中大校董會 裏面是普遍感到理直氣壯 認為處理逐聘校長程序沒有問題 加上佔領中大事件部分的人不是中大學生 所以沒有特別向立法會爭取支持 所謂補飛 修業人士就說2019年之後段崇志已經採取了連番行動 譬如處置學生會 基本上已經改過自新 要改過自新的 質疑為何還要追擊段崇志呢 反問難道不撥款給大學 他續任 你認為中聯辦會不知道嗎 然後 有中大裏面的人就說 如果立法會要審議有關中大賠款申請 議員不考慮項目本身的優劣 而是聚焦在大學和立法會的關係好壞 市民會怎麼想 市民會怎麼想立法會會緊張 立法會你覺得他代表民意 所以中大這班書生 完全不知道現在那個 風高浪急 政治的險惡 國外自己覺得 誓要將段崇志拉下台 似乎現在成為建制派的 熊悶式 你看著 六八九牽頭 接下來 特區政府其實是配合的 一般來說大學校長很多時候都會有這個勳章 就不給你 不給你也不要緊 放風不給你 這個 何君堯議員 何議員 他就說會考慮繼續在教育事務委會 要求跟進事件 認為特首李家超下官身份不是象徵式 要求介入將段崇志撕柴 他目前還沒想過干涉校董會內部運作 他認為要改革中大的管治 彰顯校長問責制 最後段崇志有什麼下場呢 我在這裏不是 不是 覺得他值得同情或者值得可憐 他不值得同情 不值得可憐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但我見過他 在2019年 反修雷運動期間 他找一些傳媒人 我都好像在這裏講過 聊天 究竟 中大應該怎樣對學生 我們作為一個中大校友 給他一些意見 當時他都說好 然後發生二號橋事件 這個校長都唯一一個 算是這樣的 前校長沈祖堯和他都下去 看看學生 最後就被催淚彈擊退了 算是這樣的 後來1886大轉變 我相信他是自保的做法 他犯了政治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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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保的做法 於是很嚴厲地 徹底地 做得很噁心地 和中大學生會切割 將他們趕走 從來沒有作為一個校長 做過保護學生的事 除了前段 但是你不要以為 校長段校長你不要以為你這樣做 建制派就會放過你 不放過你 對待知識分子 是所謂犯了政治錯誤的知識分子 這班左派 跟大陸的人一樣 左派一樣 因為有文化大革命的基因 他一定要追究到底 要你出來 大家記得文化大革命是怎樣的 找一個牌 很重的木牌 找兩條很幼的鐵線 綁住 掛在這條頸的後面 大家看不看到這條頸的後面 那些鐵線是深入肉裏面 流血的 很重的 寫著 反革命分子 叉叉叉 OK 臭老狗 叉叉叉叉 學術權威叉叉叉叉 打交叉叉 然後跪在這裏 給石仔跪給玻璃跪 要你低頭認罪 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 這次 很有象徵意義 這是一個高級自益分子 我不是同情段崇智 我也 絕對不可以 我們的聽眾觀眾大家要將 你們的認知程度拉高一點 不要說段崇智抵死了 趕走中大的學生會 抵他死了 現在被建制派批頭 都是應有的下場 這個層次是極低 極低的層次 基本上是很文盲的才會 會用這種 以眼歸眼 以牙歸牙 敵人的敵 敵人就是朋友 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 我覺得這是很低層次 我們要將層次拉高一點 段崇智如果這樣被批鬥 他已經是改過自新的了 被批鬥 他的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建制派要這樣去追擊他 我相信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他曾經犯過政治錯誤 不過沒有徹底地道歉 那群人不信 第二個原因就是 要震懾給其他 大惡的管理場看 你不聽話了 你行叉踏錯了 你續任了校長又怎樣 你一樣沒有下場 震懾 現在所有 所有做很多事情 在街上拘捕二壺 你就拘捕他 以往都不做這件事 很多都不用做這件事 在街上拘捕二壺 就榮光你就拘捕他 震懾 你夠膽不聽話 夠膽做出格的事 夠膽在這裏 在這裏犯罪 就辱你 於是給其他的 大學校長也好 大學的管理場也好 你每一步 你千萬不要行叉踏錯 你看看段崇智就這樣落場 我相信段崇智的下場會 會很悲慘的 會很悲慘 如果真是一個中大校長 已經續任了合法的 被校董會通過了的 中大校長最後要被迫辭職的話 對學術界來說 會是一個 非常非常沉重的打擊 很一沉不起 香港 的大學 變成一間 純純水水的中國大學 沒什麼分別 找個黨委來 你校董會裏面 找個黨委 找個黨委負責審查所有的事 我相信是朝著這個方向走 為何那麼多老師辭職 移民 為何那麼多學生 辭職移民 有很多科系 現在入大學不難的 因為有很多人已經走了 我競爭沒有那麼激烈 有很多是以前 很激烈的新聞系現在沒有人讀 因為 那些被針對 我作為一個中大校友當然是同心 但我作為一個 時評人 時事評論人 我覺得這種方向 我一早就預計了 慘的地方就是 我看到發展的方向 我分析到發展的方向 我看到那個趨勢是怎樣 但我真是無能為力 我只能夠把情況分析給大家知道 自由會越來越壞 段崇至最後 被迫落台 被迫辭職 是 我覺得 我夠膽斷言 遲早是會發生的 好了暫時經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悲藏 繼續支持我深色有花窗 多謝你收睇 我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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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再試試看 你還好嗎? 我待會兒 在這裡 我待會兒 你會兒 你會兒 我待會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